带您关注台北市府原先要客捐的东区空电税 目前已经确认不实施了 预计将改为全国试用的空污税 而且税率将高于3.6% 而为了自救 东区在地店家就筹组了第一个东区商圈发展协会 希望能够凝聚商家共识 推动人形徒步区 并且串联合作举办联合活动以吸引人潮 出租告示牌贴满东区店门和墙面 曾经是店面一位南球的东区商圈 如今空置率标破12% 抢救东区在地店家硬起来 筹组第一个商圈发展协会 凝聚店家房东共识 预计5月底开始运行 盼能够推动人形徒步区 串联在地店家举办联合活动来吸引人潮 在最近这一个月 加入的商家将近有上百家 需要是我们的商店的串联起来 及活动的进行 北市产发局也提出了改善广场硬体 活化空间以及空屋银行等概念 来提振东区 地方所提出来空屋银行的概念 如何让这些市出来的这些店面 有机会媒合到 最近其实很多的屋主 都已经适度在做一些调整 根据调查显示 东区目前的租金开价 平均已经下修5%到10% 也让以往只敢观望的业者 有机会进驻 应该是说以前太高 根本没机会 现在至少调降有一点机会 乱世跟转型的时候 我们新创才有机会 此外针对北市府原先提出 课征空点税 因为不敌舆论的抨击 目前已经宣布确定不予实施 与财政部商讨之后 预计扩大为全国适用的空房税 税率将高于现行 囤房税的3.6% 把目标扩大到北市3.6万 全国60万空污 长期闲置的问题 市府商家联手合作 盼能促进地方发展 抢救过往的电王 东区商圈 记者孙久轩 优才人台北采访报导